林根仁昨天晚上才講說 棄高鴻安保林根仁 然後他補了一句說 我要這樣操作是想要讓新竹是 白的人回來投給藍的 會不會新竹是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白的啊 沒有我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因為有些人猜測說 是不是挖到痛點什麼東西 意思是我覺得大家不敢講我講嘛 反正老郭不會告我 意思是 永齡基金會除了高鴻安還有贊助很多人 對 意思是這樣嘛對不對 所以林根仁會有更多料 可是我跟你講老郭不是那麼愛給人家錢的人 你就跟他互動過他很難拿到他的錢 真的喔 所以你只有非常非常親密的人 老郭才會跟你有比較好的互動 所以我不認為永齡真的會有這麼多李仲廷 我認為林根仁收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高鴻安已經確定下課了 我覺得已經鬧到這個程度 高鴻安退選我覺得都不會過 某種程度高鴻安在這時候退選 可以為永齡止血喔 你懂什麼 就是坦白講這一件事 不是幫高鴻安是幫永齡 對 如果高鴻安現在退選可以幫永齡止血喔 因為永齡變成是過去累積的所有公益行像 因為高鴻安毀掉喔 因為這一天 如果大家有去郭台銘的臉書的話 他最新昨天才PO文的 是在PO關心早產而已 那個才300萬那小時 永齡給台大 台大IE就給了200億 我跟你說對這一連串的公益行像很難累積啊 對然後被50萬 對被這個破解了 600萬被這樣破解掉 所以我跟你講這就是而且永齡 他那個永齡是有名字 是郭台銘媽媽跟爸爸的名字 所以是這樣子被破解掉 所以我要談第一件事 我認為高鴻安 退選都不為過這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喔 林哥仁為什麼態度轉彎 我認為啦 林哥仁現在獲利了結 跟你玩股票一樣 你玩到一個程中就獲利了結嘛 獲利了結完你要高鴻安 你要盤中重整嘛 你要開始去把過去已經 高鴻安的盤一定鬆動了嘛 那高鴻安的盤鬆動的時候 大概在這個瞬間還是游離的 他不可能游到沈慧紅這邊 所以林哥仁現在做的動作 我認為是經過計算 就說好 既然高鴻安盤已經被我破了 那我現在就要裝好人 有可能 然後呢把這盤兜回來 所以也有可能說他被壓 反正我覺得都可以 但是如果是我這樣子操作的話 我也認為獲利了結 為什麼 因為今天週刊出手了嘛 因為週刊出手了 週刊就連著殺的嘛 今天會有 下週也會有嘛 一路殺到選前吧 所以在林哥的角度 他如果繼續變成 藍營仇恨的那個對象 選情不見得有利嘛 所以撒卡都是個 非常非常微妙的選舉 我個人建議今年的新竹是 林智杰可以再去研究一下 再寫一篇論文 再寫一篇論文 好好彌補一下台大的缺憾 對不對 菲姐 一句話就好 就是說林根仁可能是這個 已經獲利了結要收手 他其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話是說 讓我們就回到了 新竹市政的討論 我覺得這句話恐怕也是殺高鴻安 因為三位候選人當中 只有高鴻安完全不熟新竹市政 他對新竹是超陌生的 所以如果回到那個主軸之後 反而會凸顯 啊糟糕了 回到主軸了 可是你什麼都不會 反而就是另外一刀啊 我不一句話 因為剛才大家都在討論說 為什麼林根仁收手嗎 我前面一開始有講幾個理由 那是博民黨的角度嗎 我其實有另外一個角度 剛才沒講 是問法界的朋友 他們認為林根仁其實沒有收手 但是我覺得是完全另外一個角度 觀眾朋友不要覺得我精神分離 但是真的有另外一個講法 林根仁今天因為沒有去把資料給北基站 所以北基站現在手上沒有資料 但是媒體已經爆成這樣 所以有人說林根仁這個動作是在逼 檢調搜索高鴻安 那論文他去搜索高鴻安怎麼選 所以這個說法是法界有此意說 我們也有聽說 所以現在就等著看 但我還是比較相信前面我剛才講的 國民黨內部的那個說法 對可能用政治角度跟司法角度 兩個人要切開來看 不過這真的是連續劇 但是新竹市的選情牽動的就是台北市 剛剛李正浩講說 沙咖都是一個很微妙的劇情 對台北市也很微妙啊